两天的时间 大盘就从历史高点位置 盘中13951掉下来了 你的股票也许跟大盘的处境 是一样的 来 请看 这个见证大哥请上来 如果你的股票也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大盘回 它也回了 我在这边买的 我现在有赚钱 我要不要续报呢 还有如果要继续跟大盘 一直往下跌 大盘还没跌那么重 它继续往下跌 那我是不是要先出场呢 现在大盘创始高掉下来 可是我的股票是落后的 我现在有赚到一点点钱 也许我是落后的 当然我到底要不要续报 什么情节之下 就算大盘现在回档 我落后补涨 到时候也会跟着掉 我当然就要卖掉了 教大家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股票 我们拿几个例子来看 那实际上就验证到你自己的股票上面去 最主要的是几个条件 你配合一下 好 来 我们创始高的这个部分 外资投信联手买钞的 然后卷之比 有没有 我们跟他讲 这个50%以上了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都不到50% 那50%以上就是蓝电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的股票听好了 法人还在买 卷之比还是很高有打工机会的 确实高的股票你可以续报 可以续报 好 蓝电教学 蓝电 我们看一下蓝电是创高 创高以后 创高你不要去追 但是你看看它是创高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 教学上面来讲 这个是一个藏宏的低点 只要藏宏低点没有跌破 你就续报 但是回过来 如果藏宏低点跌破 我们就停力出产 就卖掉一趟 对 是 总之呢 藏宏棒的下源 再来第二个 这个是外资由买转卖 然后还有很重要 这个是要给大家看 看是经理人或是大股东 有声让的 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创高爆量 说黑K的 那我们用联电来讲 其实联电不是创始高 它是创18年高 但是因为它是热门股 我们把它拿出来讲 好 来创高 但是还是要卖掉的 对 我们看一下 它创高以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连续底下放 这个外资连续卖两天 今天卖超第一名的就是 来 秀一下外资卖超第一名 没有卖多少 卖超前20名 42800张而已 这叫而已是吧 对啊 卖了4万 卖掉了 本来是多头部队的 现在卖掉了 所以回到2303的K 来继续咯 那它在这个地方 因为昨天 它的经理人声浪持股 虽然没有卖很多张 因为经理人没有那么多张 因为经理人 所以但是这是一个代表的意义 所以你记得 这个跌下来的时候 你要把它卖掉 这个最关键 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就是昨天的低点 所以举例来说 也许我买在20块钱 现在39块7 或者你有赚 比想要再赚更多 可能要调节一趟了 对 是的 然后又框来 也就是股票创高 可是法人已经有买转卖了 高层开始申报转让卖股票 然后出现了爆量黑K 这些调节一趟 接下来我们有创高落后的呢 落后的部分 财报由亏转盈的 因为现在不是我们上次有讲过说 在这个时候到明年是一个吹牛行情 那也就是说明年会很好 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忘记说 它明年由亏转盈的这个股票 转积股 转积股 那W底成型 低量过前高 我们要讲原来大低量 就是原来的 等一下我们用技术上教学来看一下 好 我先确认一下了 第一个你的业金要有转积 第二个落后 所以底型是不能破坏掉的 第三条件 你前高是要过的 代表大盘在涨不动 你的股票继续涨 微胜 教学一下 好久没说2388了 来 我们来看一看 我讲说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讲说低量 那个时候它有卖这个IP 给上海造星11块要入账 大家都忘了 IP就是那个专利的制裁权 制裁权 卖给它 其实上海造星也是它的子公司 卖给它赚了11块 赚了11块 这个明年就会入账 快 搞不好这一季它就把它入账 那我们讲的低量过前高 就是这个概念 它那个时候公布的时候 你知道大家很热 为什么因为IP 它这样来讲 它是IP 我们IP股里面赚最多钱 如果入了那个11块 所以像这种 所以你看它涨停 这里涨停 那涨停这里是不是会爆大量 这不是卖涨停 我们把这个去掉 然后我们看这个 可不可以再把它放大一点 可以啊 好 放大 你来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大家追涨停全部套在这里 对啊 那这个量是不是这样 那结果我们不是看这一根 我们看昨天 昨天是不是第一量过前高 对耶 跟大家报告哦 什么叫做大家追涨停 因为呢 开在这个地方 收在这个地方 对 全套了 全套牢了 而昨天的这个大量 你又不要帮我跑一下 昨天这个量比它小 昨天这个大量比它小 但是呢 它是收在这儿 这一天是收在这儿 所以它收过了呀 对 所以今天 砰 一开出来 开在这个前面的高点 砰 就直接涨停了 所以这个股票 如果您有的 有刚刚的特色来 我们再看一下咯 您就可以继续抱着 对 抱着 好 那一定 就算落后也要卖的来 这个部分是这样 这个就跟财报 你看我们落后的 这个跟财报有关系 你看第三季获利比第二季差 然后实业营收又比预期差 好 那就业绩很不好了 但是外资调高它平等 但是我要把它拿出来 你看这个也要告诉你说 这个像这样的股票 你反而要注意 都这么差 外资调高平等 那不就摆明秀一下金像店 外资调高平等 就是骗你进去买 因为外资要到货出来 给你 一个外资套在这里 下面秀一下外资 你就知道外资套 套在这里真的 不愧是金城大哥 它套在这里 它当然要给你调高平等 那这个东西你不用看 它第二季是赚一块三毛多 第三季营收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第三季只有赚一点零级 为什么 因为它毛利率荡下来 再去看十月营收 十月营收剩十七亿 那所以我把它推估 我们研究把它推估 它第四季剩赚大概七毛钱 跟第一季一样 那你去看一下它第一季 我们把镜像店找出来 从第一季看 当然我们不能给它说 会掉到这里 我说它呢 获利跟第一季差不多 这个观念很重要 它为什么毛利率一下子掉这么多 掉一点点 第二第三季还看不出来 但是但是十月份的营收 已经掉到第一季的水准 今天大哥刚刚那段话 非常的重要 再次提醒您 看财报要看到骨髓里面 刚刚讲金像店的Q3跟Q2 您说Q3的营收 比Q2的营收还要来得好 没错吧 对 但是竟然营收割掉成本是获利 Q3的获利 实际上赚到钱的 竟然只有这样 而第二季的获利呢 竟然还比Q3的获利来得高 这不就是矛盾吗 显见的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毛利率下降了 也就是呢 它可能部分的成本拉高了 部分的售价压低了 营收很漂亮 又如何营收拿进来的钱 但因为成本太高 所以这么一扣掉 我赚的钱就递减了 减了 没错吧 对 没错 所以耳后 拜托您 毛利率 营益率 净利率 三率都非看不可 对 好 感谢金安大哥 来谢谢您请回座 后面画那个图示 就是要教大家 有时候的财报 麻烦您拜托 要看仔细 这么一看才知道 公司的未来展望 好或不好 不论股价有没有创高 我和条件 这边可以续报 这是放租四海接准的 两大条件 如果出现这两个条件 股价创高 拜托您也要卖掉 落后股如果存在这两个条件 您可以留一下 因为它有机会 可是如果这两条件 基本面都真的转坏了 就算是落后 也不要期待 还是要调节 这次金人大哥的教学 接下来还要提醒您 熊芳姐请上来 明天的台股呢 您要怎么教 又要怎么看呢 熊芳姐 其实台北股市在今天的收盘 已经破了五日均线 不可以再破十日线 以及呢 多方的缺口 13726 也就是你盘中可以破 收盘要站上来 日KT交叉向下 做短的人 短卖 做做差价是没有关系的 留意资金流向比的变化 假设明天 电子资金仍然在七成之下 那你就要记住 你的投资组合要传金 电都要有 那期货不可以 比现货市场来的弱势 因为它的弱势 就会造成外资 不断的套利 再去买期货 再卖现货 对指数是不利的 那涨点要比较多 或是跌点要比较少 那指标个股 那当然看台湾50成分个股 就大概了解外资的动作 半导体是不是台北股市的领头羊 非消费力道提升 非电的消费力道提升的个股 在今天里面 你可以看到原物料的个股都开始 那法人跟集团作帐的个股 应该是在短期 要稍微去做留意的 始发姐问您一下 因为今天的电子股 几乎有那么一点点权重大的 全面有点熄火 如果今天晚上的 美国科技类股 长势比较稳的话 会不会明天它再展雄风呢 要看费成半导体 不是看NASDA OK 好 我们就盯着费半看 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耐人寻味了 又来了 涨叠互见走势超级乱 特别的是道琼突然压回了 科技类股反而稍微有点转强了 那NASDAQ 费半 到底如何展演呢 继续看下去咯 大家变化 锁定达伯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